到了如此关键的时刻 我怎能放苍兄不顾 黎叔在无量山看到自己祖父 知晓了自己作为陆无的后裔 唯一的使命就是点燃琉璃星灯 这次在无量山的时候 祖父让他入九重雷池之内 取得琉璃古灯的灯星对付顺德先机 并不容他反抗 陆无一族拥有九条命 但是在此之前黎叔为了救青鱼卵鸟 已经用掉了一次 所以此次前去取灯 黎叔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因为祖父就是这么牺牲的 黎叔在这一刻无比痛恨自己的使命 他并不想去取什么琉璃星灯 好不容易复活 他只想和雪三月过寻常人家的日子 还想迎娶雪三月 和三月生意我小猫 但是为了天下能太平 黎叔别无他雪 此时的雪三月还不知道 这是和黎叔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了 因为星灯取回就意味黎叔必须死 在后面黎叔为了护灯身亡 此前黎叔和三月在机缘巧合下 得到过蛇尾草 而蛇尾草能解尝一寒冰之毒 黎叔已经死亡无法复活 三月就将蛇尾草给长翼 从此长翼复活而世间再无黎叔 真的太念了 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